最近有沒有感覺到類股輪動更加的快速了 那要把握個股的精準的買賣點 請用股魔力 請看今天朋友的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1年4月27號星期二 的忍者無敵 我是莫正確投資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的節目影片會稍微晚一點上片 不好意思 原因是因為每個星期二的下午 我都會接受中天財經的直播連線專訪 所以在接受專訪之後 我才會錄我們自己的盤頭幾盤節目 那我們盤頭幾盤的節目一樣非常精彩 那今天的話另外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做主持 原因是因為思維正在錄股市熱炒店的節目現場 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一樣提醒大家來 這個是我們的YouTube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會運用很多的數據分析 告訴你現在目前的行情的看法 還有盤勢的一個客觀的解析 我不會跟你喊多喊多再喊多 只要偏多我去盤頭偏多操作 只要是震盪或者是只要轉空的時候 我一樣會提醒你相關的風險 所以請你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然後另外的話 LINE和Telegram上面有更多投資資訊 分享給大家 然後也請務必來做加入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認同我們操作理念 要加入我們的獲利行列的話 也歡迎用0800-6680-85 來做相關的服務業務下旬 那還有粉絲群 也趕快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有這麼多好康 不要花太多時間 那請主動留下你的姓名 和聯絡電話 讓我們小編 可以趕快幫你加入粉絲群的流程 所以這就我一分鐘的時間點 就有小小自我介紹跟洗銷時間 那在講今天的行情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來看一下 這個 富邦VIX之前 在1月16號的時候節目的錄影 我那時候提醒大家說 富邦VIX會不會清算下市 答案是會 而且 已經實現了 那時候跟大家說明過 包含了一些結構的問題 什麼溢價的風險的問題 這些相關的 那最新最新的數字來說的話 因為 在那個這30天的平均淨值 已經是跌破了2元的這樣一個關卡 所以富邦也在今天去做 相關的信託的申請的終止契約 去做清算的程序 那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數字的話 叫做說已經是收到金管會的核准通知了 那接下來他會有一些暫停信用交易 或者最後上市 或者中期期月中止 會去做清算 相關的一個流程 那最後最後清算的話 大概需要1到2個月的時間 那就會有預估到目前為止 有5萬位左右的受益人 就是急保護 就是交易人都會去做 被被迫去做清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之前跟大家說明 很多很多的相關的風險 那我覺得後續 如果還有看到什麼樣 需要跟大家做補充的專題的話 那包含富邦VIX 包含什麼越南之類的 ETF之類的 那我都會在我的節目 YouTube裡面 去跟大家做相關的投資專欄的介紹 所以這個都會在我的YouTube裡面 來去做額外的分享 那我的YouTube不是只有 那個盤後的影片 還有更多的投資專欄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呢 既然講到富邦VIX 那我要跟大家溝通一些觀念 就是呢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富邦VIX 就是其富邦VIX00677U 的這檔ETF的話 你會發現 欸 當然哥 那個外資有沒有 他還在從4月開始 還在一路一路在那邊做買鈔耶 他們在買什麼啊 他們在買空台股嗎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的話 可以跟大家做一樣的分享 就是你永遠只看得到外資的一邊的部位 雖然看起來他們好像還在買鈔 比方說他的4月1號的買鈔的張數 還高達了大概接近7000多張 然後甚至最近這幾天一樣在做買進 可是呢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搞不好這個部位 只是他為了要去做他的避險的策略而已 因為他有可能在另外一邊 買了一缸子的股票 或者買了一缸子的多單啊 所以他必須要去找一個地方來去做避險 他可以在富邦VIX去做避險 因為他買很多的VIX 他就算是最後一個月後被清算下市 對他來說也是不痛不癢 因為他有可能是100億的部位裡面的 等下1000萬的部位而已啊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一樣回到了 我們之前跟大家不斷提醒到的 叫做是所謂的台子期貨的外資的進空單 我不管是什麼3000口5000口 1萬口2萬口 我的講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叫做是這個部位的話 我只看得到你一邊的部位啊 但我不知道另外一邊部位在哪裡 所以你如果單單看所謂的外資的空單 或者外資買超VIX 之類的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個很失真的現象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回到了所謂的 個股的操作 或者是盤式的操作的看法 都是一模一樣的看法 叫做是來這個 外資期貨進空單 不是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那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叫做是 技術面創高就是多頭 技術面創高就是多頭 那記得我這句話 我沒有在那邊一路喊空在 我沒有在那邊去什麼 什麼那個為了 為了做多業績去做多業績的 我只是告訴你 我看到的這樣的現象 就是這樣的現象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在這個行情上面 那能夠再創高 甚或是在這個創高的過程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類股輪動依然快速 你會發現指數創高 依然就是一個多頭 那如果有什麼什麼 期貨進空單這種現象來說的話 其實它都是一個那個 為了下跌去找理由 或者說 為了你可能會看到一些那種 就是那個比較沒有辦法去幫助你 去做操作的數據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迷思 或者像失真的這樣的現象 所以 一樣回到目前的大盤行情 那到今天為止的話 大盤又再創下了歷史新高 今天收在17595 那成交量的部分的話 又放大到了4988億元 然後今天的話是上漲了23點 來去做收 然後可是呢 如果在創高的這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說到的 就是這個時間點也確實是 有所謂的類股輪動的速度 又更加的快速了 可是在類股輪動更加快速的 這個過程之中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一樣把握好 你的一個核心的觀念 叫做是 反正我這個時間點 我就去買進 趨勢 成長 而且叫做是 這個時間點叫做現行整理完畢轉強 甚或是說拉回收穩一些 很重要的均線去做操作來說的話 就可以避開那個追高的風險 而且可以避開那個股市在做 就那個個股在做頭 在做下跌的過程中 我在每次在要提醒大家就是 下跌的過程 或者是那個那種技術面偏空的個股 那主力不會拉給你去做解套 所以這個是一些相關的操作面的部分 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那當然我覺得每次都用苦口婆心 來跟大家聊一些行情 聊一些盤勢的這個這樣的 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就是 在我的這樣節目裡面的話 可以幫助到大家嘛 不過嚴格說起來 最近的行情也確實是比較偏震盪一些 那比方說我們再看一下今天那個 就是類股的成交比重的部分 那如果還記得的話 其實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從上個星期四吧 那天原本應該是報了 歷史天亮到6500多億的那天 那我有提醒大家說 那天其實我們看到電子股 並沒有很明顯的去做接棒演出 那後續如果行情要去做回穩的話 電子股的成交比重必須要能夠連續三天 維持在50%以上的這樣一個水準 那才可以讓行情去做回穩 所以我們看到禮拜五 電子股接棒了 然後大盤上漲200多點了 然後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電子股也是一樣維持在50幾% 這樣的水準 甚至你看到像是聯發科創高了 然後甚至像聯電也創高了 那行情也持續要再上漲200多點了 那到今天為止的話 總算有連續三天囉 那今天的話 電子的成交比重 雖然稍微下滑一些些 那至少目前這個時間點 還有52%這樣的水準 那不過你會發現一件事情說 今天電子稍微有回弱一些些 可是今天的話 另外航運有沉起來了 然後鋼鐵的話 也是這邊去做一個資金的類股輪動這樣現象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覺得類股的輪動的這樣一個速度 依然是非常快速的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可能還是要把握到說趨勢成長 這些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那回到盤面的這個 一些主流的個股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好了 今天的標股 還是有夠多之多的 甚至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 竟然沒有任何一檔跌停的個股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不用特別去疑慮說 這個行情要什麼空頭反轉之類的 那可是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要去追那種強勢股的話 你就會追的相對辛苦一些些 那比方向像今天的強勢股 當然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說過的 像是銅的概念的 那銅的話你會發現 今天好像有一些新聞 就說什麼銅的那個 起貨 還有準備要創十年的新高了 那今天的話就一堆的那種個股 突然突然飆起來了 那我們昨天有跟大家提醒過一些個股 比方說像是這種 2009的第一桶有沒有 那第一桶我嚴格 我應該說務實坦白講一下下 就是我對他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 叫做是 其實他的基本面真的 不如預期 應該算是很弱很糟糕啦 我直接講白是這樣子 可是呢如果就這樣很弱很 低於預期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依然可以創高啊 或者比方說相關的那種 什麼電線電纜的族群 今天都是強勢股 來我這邊切一下這個畫面 來在這邊 你會發現 今天的電器電纜的族群 竟然能夠漲不到6.76% 這個都是銅的關係 那當然 銅跟所謂的電線電纜 這個有沒有直接相關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有一些相關 但是有沒有那麼直接相關 到沒有那麼樣的直接相關 那可是這個時間點的創高 叫做是既然創高 他就是多頭 然後呢比方像是1605的這個花心 也都是在做創高在做創高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原因 我覺得 原因還是回到了 這個時間點跟大家提醒到的那個 財經最大條好了 那因為前幾天 我們就沒有特別跟大家講 財經最大條 那我覺得每天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最大條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看我每天的盤前解析 就在7點多的時候 的那一篇的話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 掌握到今天的盤勢的重點 那當然 今天我們看到兩大報的頭條 都是那個匯率佔上27 就是突破27的這樣的一個關卡 那當然那個什麼經濟日報喊萬八 然後經濟日報 工商時報的話喊萬九 我覺得那個指數不用特別去喊多少 那重點的話 是你到底有沒有在這個市場上面 在類股輪動的狀況之下去賺到錢 那指數的話 那個會有一個失真這樣的現象 可是呢 匯率的部分來說的話 那匯率也確實在最近的這個時間點 又發生了一個明顯的去做轉強這樣的現象了 那到今天為止的話 竟然有到27.85 這樣對一美元 這樣一個盤中 波段新高價的這樣一個水準 那可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表示說 這個市場上面的資金 依然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那個多的資金狀況來說的話 它就是推升一些標股的形成 那標股的形成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是用技術面來去做操作了 那所以剛剛我們看到前面相關的個股的話 那些同的題材的啦 那有一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來做操作 那另外的話 那個什麼什麼奇亞幣之類的 昨天有跟大家說過了 到今天為止的話 這種像 我真的講像普安這種個股 它真的是比較偏向於基本面薄弱一點 可是也因為了資金的帶動 因為了資金的行情 像這個有沒有 橋頂也是 那如果你去查它的基本面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今年的營收都是相對偏弱一些些的 那當然我沒有必要去趁這些個股的熱度 因為我覺得回歸到我們的操作面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最終最終 還是要回到所謂的基本面的部分 就是回到所謂的數字 它的一個營收獲利的成長的這樣一個部分 然後才可以支撐它 長期的這個波段的多頭的走勢 所以我們回到 就是不要去那邊趁那個所謂漲低的熱度 我們來回到所謂的基本面的部分來說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比方說好了 那個比特幣 那它前一陣子創高到新高價的時候 有6萬5千塊美元 可是你如果在下跌的過程中的話 你還有前一陣子跌到5萬8千塊美元 那一度有跌幅有高達25% 可是如果在這個下跌的一度 有下跌25%這樣一個過程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比特幣的相關的概念股 那它就開始有一個比較波動的現象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基本面支撐的相關的個股的時候 那它就會有去持續有去做創高的這樣一個表現 那比方說我們前一陣子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2376的技嘉啦 那技嘉它因為它前一陣子 那個比特幣在上漲的時候 那就有人想說 那個因為技嘉在漲比特幣啦 可是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 原因是因為其實技嘉它是受惠到居家工作的 跟數位轉型的這個部分 那它去年就是扎扎實實獲利的6.88元EPS 然後勝貨是在Q1的營收也有到283億元的這個水準 那年增率有到64% 所以如果以這樣子一個去年的獲利 估算到今年的成長的幅度來說的時候 其實它的EPS很有機會 在今年有機會去挑戰10塊錢 所以你根本不用特別擔心說 它的一個成長的動能有疑慮 或者是說因為比特幣的那樣子波動 所以造成它的一些漲幅 漲跌幅這樣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個個股 把它就是直接把它分享給大家 那勝貨是說 如果你可以直接運用著 古摩利的這樣子一個技嘉來說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掌握到 技嘉的很好的買賣點的部分 我把它切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裡 來 當你拿到古摩利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先看一下股市溫度 你就可以掌握到現在目前的一個 那個市場上面的行情 那最近這幾天的話 它當然就在溫 然後冷跟熱之間去做一些震盪的整理 那原因是因為最近的行情 真的是屬於一個震盪 比較偏向於劇烈的這樣的狀況 那這是30天的一個市場上面的趨勢 告訴你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的看法 那當你看完行情的看法之後的話 你大概心裡就有一個頂 說這個時間點依然去做偏多操作 比較適合 原因是因為怎麼樣它都還是一樣 是偏多震盪來做操作 那OK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去做多的任何一檔股票 去把它放到幾十多的行情裡面去 然後比方說 如果你把那個技嘉放到幾十多裡面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它就這邊有很漂亮的買賣點出來了 那我也把它放橫給你看一下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把它放橫的話 然後它就會有很漂亮的橫式的 這樣一個畫面告訴你 來 畫面切換給我一下 OK來 來 那其實技嘉我也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如果你真的跟著技嘉的操作來說的話 那前陣子不是有人問我說 誒蛋哥你怎麼都沒有賣訊的股票啊 誒有啊 你有發現技嘉有賣訊嗎 它在這邊有沒有 放大給你看 來這裡有 79塊這邊 在79塊這邊 接近80塊的地方有存 曾經有出現過連續的買訊 然後買訊連續發生之後呢 往上去上漲到85塊到87塊的時候 那個就短線獲利了結了 而且發出獲利了結之後 它竟然還在91塊5這邊發出 所謂的軋空的訊號 那軋空怎麼辦 那就只能放它去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已經獲利了結了 那獲利了結之後就算發出軋空的話 那時候也只能等待 它的下一次的進場訊號 就在這邊 在85.9這邊發出了買進訊號 那發出買進訊號的話 它就開始有一個軋空行情 到96塊98塊這邊出現軋空行情 那軋空你可以做獲利續報 甚或是說如果你真的覺得賺夠多了 你可以把它換到另外一檔 就剛開始發出買進訊號的個股 那它這邊 在95塊4這邊又發出了買進訊號 然後你可以一路爆 爆到102塊 甚至到114塊 然後到108塊的時候 前幾天又再出現買進訊號 所以這個是古摩利的每一次的買進訊號 跟所謂的賣出跟軋空的訊號 這個我就是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如果單做這一段就好了 因為前一陣子你可能是80塊買進之後 那個一張賺5000塊 你就被後利了結掉了 可是後面這一段的話 你確實是可以賺得到大波段的行情 來95塊買進 然後可以一路軋到114塊 甚至到108塊的時候 買進訊號的時候 你可以再往這邊才去做買進 然後也可以續爆 可能可以爆一大段的這樣一個行情 所以這個是在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觀念的分享 包含了基本面這樣一個看法 跟所謂的古摩利的買進訊號 來做分享給大家 好那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因為剛剛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在中天主播問我的時候 就問我說 那當然最近的這樣子的 傳產跟原物料這些相關的題材 這麼樣的火熱 那可不可以交給大家一些 那個高點在哪裡 或者是說短線上面應該留意的事項 那我覺得這個之前跟大家 在我們自己的節目裡面有講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這邊再跟大家再一次的複習 那通常來說的話 如果一個一檔個股的股價創高 然後再漲到高點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所謂的短線高點的訊號 那如果還記得的話 分別會是有沒有高檔 然後爆大量的黑K線 或者是說高檔的爆大量的 有沒有長上影線 還記得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相關的個股 你就會想說 原來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來 比方說像是鋼鐵族群 那這個是龍頭的中鋼 那中鋼來說的話 會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會在前幾天 就在4月22號的那一天 然後它發出了一個爆量的高檔的長上影線 的這個現象 那如果你看一下它那個量 真的爆的有夠大的 然後那個量的話 會造成它短線上面必須要去做修正 整理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可是呢 其實中鋼的修正這個過程 那你都會想說 那龍頭的股修正了 可是那如果一些那個小兵呢 可是小兵竟然還有一些可以做創高的 所以我們來看四檔個股 是我們之前有提醒過大家的 我覺得看好的四檔個股 包含了東和鋼鐵 包含了大神鋼 包含了新光鋼 還有包含了那個 中鴻 2014的中鴻 來我們來看這幾檔個股 你就會發現說原來真的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 2014的中鴻 你會發現它今天創高了 那為什麼它今天創高呢 原因是因為它並沒有 在4月22號的那一天 發出什麼樣的那個爆大量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它今天就可以再創波段新高 我這裡不是事後論 這裡的話是之前都交給大家的部分 那比方說另外一檔也能夠創高的是 2031的星光鋼 有沒有 沒有它這邊雖然有看起來好像有點長上影線 但是它並不是所謂的爆大量 因為這邊還有更大量的在這邊 所以這兩檔過高了 那另外兩檔的話對照組 來2027的大神鋼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在4月22號這一天 它有一個高檔的爆大量的這樣一個現象 而且它是發出一個黑K 當然它不是長黑K 但至少它也是爆大量的黑K線發生 所以它也因為了內根黑K線 所以讓它的這三天 這邊的這邊就只能去做整理 沒辦法創高 那當然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2016東剛也是一樣看法 有沒有發現 高檔的爆大量的長上影線 讓它短線上面必須要去做整理 那 縮小一點給你看 有沒有發現 這真的是爆大量 當然這邊有大量啦 可是這邊的話也是 短線上面近期的爆大量 所以也讓它在這邊去做 一二三天的整理了 所以這觀念都是一通百通的 所以在這些相關觀念裡面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我有講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需要多補充的地方的話 也歡迎在我們的YouTube下方來做留言 那這個是鋼鐵的部分 那另外其實我覺得 航運也都一模一樣 甚或是整個原物料族群 都是一模一樣的看法 比方說這是長榮 長榮有沒有發現 它在4月2號的時候 也是創下了歷史天亮 當然那天 那邊還是有些是屬於當沖亮人的關係 那無論如何 它也在那天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爆大量的長上影線 讓它在這幾天去做整理 然後呢 這個有沒有發現 陽明並沒有在4月22號那天 去做所謂的爆量的這個現象 然後另外想要補充啦 原因是因為它那天其實還在做分盤交易的期間 它反而是因為分盤交易避開了那個 爆大量的那個現象 而讓它在那個解除分盤交易之後 到今天為止還能夠去做創高 所以這些相關的短線上面的選股的技巧 也這樣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還是難免會有一些 想要去做短線沖沖樂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沖沖樂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雖然可以短線上面的技巧 可以交給大家 可是還是請大家自己去 務必去斟酌自己的一些 比方說像短線進場之後 你要用多少的停損 然後去換多少的獲利 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真的是比較難去跟大家做 那個細部的說明 那有一些大方向的觀念 可以跟大家做說明 那包含了前面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古摩利 它有非常精準的買賣點的訊號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每次 在節目影片裡面 交給大家的一些技巧 那這個都是我覺得可以來做我們影片的一些 相關內容的教學跟分享的部分 那我再看一檔就好 來今天有一檔個股漲停板 那我常常說 那個我不是每天在跟你亂槍打鳥 講含漲停的分析師 但是如果我們有漲停的個股的話 它就真的是漲停板 那這檔個股的話是3078的喬威 那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早就講了很多次 N百次了 那這檔喬威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它受惠居家工作 然後它也是我們的股摩利 精選出來的個股 那也給大家看一下股摩利訊號 它今天創高到66塊2 然後今天漲停板 那目前的話我們是獲利20% 獲利續爆的狀況 我也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每次看到我分享什麼股票 你就跳下去買 因為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精準的買賣點在哪裡 比方說 如果你真的 昨天看我節目去買進 6679的育態的話 雖然我們昨天是漲停板 可是它今天就 現跌了4.80%送給你 那除非是你有 就是加入我們會員 我可以告訴你精準買賣點 或者你有加入我們股摩利的會員的話 你可以擁有股摩利的精準的買賣訊號 那否則的話拜託你自己斟酌你自己的買賣點 控制好自己的停損和停利 那這個是我要額外再跟大家 每次重申重申再重申 強調強調再重申強調的部分 那喬威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那果摩利的買賣訊號 我們就把今天的節目 稍微做個尾聲結束 來 喬威的部分 也是一樣之前給大家看過了 55.8 55.5這邊有發出買進訊號 然後到61.5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出現軋空訊號 那我們這邊為止的話 你可以軋空續報你的多單 那回檔到58.5 甚至到60塊這邊的時候 又再出現了買進訊號 然後到66.2這邊的話 再發出了它的軋空訊號 所以如果你可以報這個波段的話 那大約就是20%左右而已 而已 來 20%左右 那我不知道這個20%是多或者是少 那至少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是要說是獲利續報 那全體的會員的話 可以跟著果摩利的訊號 或者是跟著我的精準的買賣訊號 來做通知 所以這個是在節目最後的時候 再跟大家來做相關的提醒跟說明 當然有點炫耀的部分 那不過我覺得一樣是可以 那個就是一樣可以 精準的買賣的部分 可以分享給大家來 節目最後 那當然那個假設 如果你想要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要加入我們的獲利的行列的話 也歡迎用LINE的方式 或者是用Telegram的方式 來做私訊相關的服務的洽詢 那也可以用0800.668.085的方式 我們會有熱誠的專業的服務同仁 為你接通每一通的來電 那也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我是陳坤的分析師 一樣預祝各位都是朋友 獲利888 謝謝大家 謝謝